王岐山10月24日在上海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演讲 提到当局的双循环主调 即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 在谈到中国金融时 他划风一转 强调不能走投机赌博的歪路 不能走金融泡沫自我循环的歧路 不能走旁视骗局的邪路 由于王岐山刚刚经历大管家董红被查 有人任志强被判重罪 外界一侧他陷入高层内道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 孟岐山提到中国金融不能搞旁视骗局的说法 也暗指以内循环为发展主体的中国经济 已经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 会继续借钱搞基建 建5G基站 数字经济等 债务黑洞会越滚越大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家于伟雄则认为 双循环口号听起来很好听 但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余伟雄表示 今年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影响 国内消费不振 中美贸易顺差持续两年降低 产业链外移 全球受到疫情冲击 经济放缓 余伟雄提醒 所谓双循环 市场开放 技术创新 可能只是口号好听 但是中国经济实际上危机四伏 新唐人记者洛亚 林岑欣 明居采访报道